美军又传军机坠毁意外 这也是近五日来发生的第四起坠机意外 目前共造成七名士兵死亡 美国陆军101空降师一辆载有两名飞行员的阿帕契攻击直升机 于当第四月六日晚间坠毁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 造成两名飞行员罹难 这架阿帕契攻击直升机于当晚9点50分在进行例行训练时 却因不明原因坠毁 造成机内的两名飞行员当场死亡 针对坠毁的原因美国军方仍在调查 美国军方最近意外频传 若加上这次的阿帕契坠毁意外 美军在五天内已经有四次的坠机意外 包括三日在东非吉布地 一架陆战队AV-8B的猎鹰式攻击机坠毁 飞行员在逃生后送以治疗 三日陆战队一架CH-531超级轴马直升机于南加州坠毁 机上市人全数罹难 四日一架F16战机坠毁于内华达州 奈利斯空军基地附近 飞行员当场死亡 接连四架飞机的坠毁事故 也暴露了美国军机令人看诱的一面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玉珊整理报道 本集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